老四四哥的路头啊 目前S2的路头 木偶师 木偶师这个角色确实啊 我觉得他的容错率比较高 他不是有些角色那种 就是操作你需要非常精尖的那种 你交个对吧 木偶转个点什么的 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上来第一个点 囚徒 这把他球有个问题 他们好像没有救人位啊 打路头没有救人位 这稍微的感觉 有点 有点没有容错率了 就你人救下来保不走 路头针对打怎么的 他输输不了 而且穷者只要一点点失误 这个局就满盘皆输 我非常非常的不看好 这把求生者的这个阵容 我觉得这个阵容掏出来 遇到像这个级别的这种路头 那就属于是 送分了 就送一个平局起步 简单来说这刀就拿出来 就是送一个平局起步 除非路头自身出现非常重大的失误 但你要想的 这些路头他能出现什么重大的失误 多少年风风雨雨都过来了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来来来来来你来救 木偶是来救 木偶是来救 这边交个木偶扣四分之一 一勾扣四分之一 再补个 要压个过半 再勾 没勾到 再勾 好 这边的话交了一个 木偶扣到了一手 还可以啊 这波的话你别说卡半救人 救的还是挺好的 甚至他这边交木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他交木的 这个 变身啊 兄弟们有没有看到 我是后来看到他这边的血扣下去了 交闪现 把这边一刀带走 我好像没有看到他这个变身的 古董商过来打一波将 这边反手一勾 等飞轮 好 给你来一刀 那劝退了 还想打的话 古董商可能要没啊 我这边放个夹子就好了 放个夹子就好了 你飞轮已经交了 没有了 这个两个路口全部封死了 我没看清楚 刚才木偶是什么时候交 就我只看到了 他那波的金身 但是他变木偶的时候 好像是 瞬间变的嘛 那波我没看清楚 还是说 这边是一个关战bug 我们看不到他这个变身 这里木偶师现在已经没有操作 没有任何操作空间了 他就是一个一勾倒地的白板 他就是一个一勾倒地的白板 外面古董商也是一勾倒地 挂飞这边囚徒反手一勾 游戏结束了 游戏结束了 机子的话 我们想想看 能不能 有可能打个三勾再来保平的 没有找到古董商 外面的话两台机再修 漂亮 哎呦 这一勾给勾到了 要挂进地下室吗 带剧钱了 三巨前三点狙净狂 老路头 这是老路头的点法 老路头的点法 三巨前三巨净狂 靠的就是一个地下室翻盘 武女过来救人 这波牧师的选择很正确 这个武女他选择压在这边不救 牧师那边直接亮机点门 然后武女这边待会跳地叫是可行的 你但凡对于这个地下室有任何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都是非常危险 真的不要救啊 不要救 不要救 宝瓶别救 宝瓶别救 等我亮机 等我亮机 武女出来了 出来了就是有想法 这个想法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这个地下室 他不仅仅是你进去有危险 你出来 怎么出 对不对 你进去了 我这边 你进都进不去 对吧 真的 兄弟们 老路头的地下室能不救就不救 千万不要有什么想法 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危险 他们的这个地下室 你要想 他为了这个地下室都待三 你能跳地叫 我不信 人家为了这个地下室 我都带了 花了三点天赋 三句钱了 你为的就是这个地下室 对不对 墨尸 这边门还没开呢 虽然说闪现没了 但我这点位压住 我不放你这个身位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还有够 无限够 有夹 前面还有个夹子封住呢 安全的鸭皮 我看你这个地下室 我一直有点 我看你这个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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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地下室 我看你这个地下室 我看你这个地下室 你们可以来到一个地下室